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这是古希腊人在哲学上的第一次追问 回答这个追问的第一个人就是泰勒斯 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 泰勒斯出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 小亚西亚地区的城邦米利都 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 他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 在这个拥有繁荣港口工商业发达的城邦 泰勒斯创建了米利都学派 泰勒斯出生在一个条件优渥的奴隶主家庭 本人也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商人 他也在不同的文明地区 学习到了天文数学方面的许多知识 传说泰勒斯在游历古埃及的时候 想到了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方法 泰勒斯认为当一个人的身高与影子的长度对等 去测量金字塔影子的长度 就可以得到他的高度 是的 这就是最简单的三角形定理 但对2000多年前的人来说 这是前所未见的 在当时的古埃及 虽然早早诞生了几何学的雏形 但当时的古埃及人对几何的应用 多半出自于对土地测量的需求 与古埃及的贸易 也在天文和几何上切实地影响了古希腊 但在事实上 泰勒斯是首个将数学发展为演艺学科的人 这是从经验现象到普遍定理的越境 以上都是在事实上可考证的共识 而关于泰勒斯精准预言日识的传说 则因为不可考证成为了一件极具争议的历史悬案 回到哲学史上的第一问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理解成 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小单位是什么 今天有人把这种物质形态的追问 称之为古希腊的唯物主义 但我个人认为 看成是自然哲学则更为妥当 因为我们不能给这个时期的哲学 赋予后来的内涵 所谓唯心与唯物 只是我们后人所赋予的一种分类和理解 以这个框架为标准去审视哲学史 是十分荒唐的事情 那泰勒斯的回答是什么呢 或者说泰勒斯的哲学命题是什么 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本源 当然当时并没有本源这个哲学概念 严谨地说泰勒斯是认为 水是万事万物的一种开端 这个回答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 但在当时的古希腊 这是哲学家首次脱离神话体系的回答 是神话世界观到自然世界观的一个拐点 尼采曾经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书中评价道 希腊哲学似乎是从一个荒谬的念头开始 它使自这个命题水是万物的本源 我们真的有必要重新和认真对待这个命题吗 是的 有三个理由 第一 因为这个命题就万物本源的问题 表达了某种看法 第二 因为他的这种表达并非比喻或者预言 第三 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尽管是萌芽状态中的 一切是一的思想 我想泰勒斯的贡献并不在于这个答案本身 而是他改变了人类理解事物的方式 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具备跨时代意义的 泰勒斯假定了万般变化必有其因 并假定了这个因 必定是恒久不变的事物 这两个思想也是我们现在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原则 但在2500多年前 泰勒斯是第一个注意到他们的人 这个过程象征着人类开始用科学的理性的思维 来理解他所面对的世界 其实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 大多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 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更是建立在后人的总结之上 有人曾经将航海占星术归到了泰勒斯的名下 但后来被证明这是后人的伪作 对于不可考证的 孤正难立的观点 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去质疑 也应该去质疑 但我们对古文明的考证 更多是为了厘清真相 和支撑学术继承上的连贯性 这有利于我们的系统化学习 也有利于知识体系的建构 绝不是寻找什么老祖宗的智慧 与他人计较争论 谁的祖宗更高深 将两句风化的历史干尸摆在面前 计较谁的祖宗是双眼底儿 毫无地义 以以古为根据 否定一个理论体系是尤为可步的 秉持所谓的希腊为史论 去否定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 否定学习的价值 本身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我们在小学生的数学课本中 所学习到的数学知识 大多都与古希腊的数学贡献 密不可分 难道这些基本的常识 也不需要学习了吗 宇宙之大浩浩荡荡 所有的文明都只是一粒尘埃 所谓的世界文明 唯我独尊 这种想法本身 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割离 希望大家可以打开 自己的胸怀和眼界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个 breathe 启咬 DemiBERG 感谢观看